欢迎收看一言新邦 我是散户的守护者丰盛老师 很高兴能够在盘后时间 跟全国的投资大众讲解 在目前这个惊涛骇浪的台股里面 你要怎么样能够躲开空头的一个袭击 然后呢好好的选到好股票 各位这是一门学混 也可以说是操作股票的一个智慧 你如果是散户投资人的话 你啊毫无可避的 你只能啊去接受他 你不要说老师啊没关系 我一年大概就只做两次 然后每次大概都是大跌的时候啊 才会做出手 据蔡老师的一个了解 从去年的元月开始 这样一直涨一直涨 到现在也涨了一年半了 各位你没有任何一个低点 可以让你逢低买进的 所有的一个讯号 都是强烈的告诉你 这个盘式是一个正面的大多头的讯号 所以说如果你是以往等大跌 才出手的投资朋友 可能你要失望 那当然你先刚才想说老师 你刚刚不是讲惊涛骇浪吗 是啊 因为国际股市 包括亚洲股市早就在惊涛骇浪 只有台湾股市这个宝岛的股市啊 好像还留住一口蒸汽在 各位是不是 跟今天的盘一样啊 震荡大不大 大 但是收盘呢 还是涨6点 蔡老师在盘中的语音解盘 就跟你讲这个大盘啊 OK啦 因为会市啊 一早盘就来给你做升值 所以说今天的拉升啊 不管盘中怎么震荡 还是要收小红 各位 尾盘收几点 涨6点 涨6点 那为什么涨不上去 量其实啊不够 那量不够的话 盘中还出现 投信啊 国内法人的杀盘啊 各位 这个才是你要留意的啊 这一些法人杀盘 他不会去给你管 好股票还坏股票 有时候杀到对方 基金的一个持股最好啦 这是恶性竞争嘛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 散户的危机是不断的在上演啊 你要避过这个危难啊 蔡老师在这边专业操盘正面来跟你迎战啊 那你手上的持股 我不晓得什么持股啦 但是我只取一档个股 你就知道这个盘多险恶了 各位 这档股票 三五六三的穆德啊 今天有办法给你开高 然后一路的被投信这样砍 砍到跌停板 原先500块的股票 有办法给你跌破400块 给你短期内就跌了两成 各位 我相信如果你认为穆德是坏股票的话 台湾股市大概没有任何一档股票 你值得买 但是我也告诉你 我没有带领会朋友去买这一档股票 因为这一种持股 如果我们不是从底部建立上去的话 蔡老师绝对不会带领学员去追高 这是我科在心里的原则 各位这样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大盘在今天出现了什么讯号 刚刚跟你说的投信在乱砍股票 各位对不对 但是会市明明就有扁回升嘛 外资呢 外资在买超啊 各位 今天7月4号礼拜三 外资买了18亿 投信卖3亿 自营商也买7亿 就等于是投信啊 自己在瞎子摸相 啊惨了 中美貌易战 啊惨了 这个盘啊 惊涛骇浪 啊惨了 我不晓得这个基金绩效 下一次再来啊 募这个开放型基金 有没有人要跟那干脆先来卖股票好了 这投信超盘者的心态 卖了3亿 结果被两个法人打脸嘛 对不对 今天总共买了21亿 今天大盘出现这个这个也是变盘线 这变盘线当然是好事嘛 原先的一个什么 昨天的杀掉1 2 今天又变盘线 回撤这个低点我昨天也跟你做交代了嘛 那今天最好就是我跟你讲收小红嘛 所以尾盘拉上来 就如同蔡老师盘中跟你预测的 所以如果你要看蔡老师盘中的预测 对你很有帮助哦 各位你赶快去加入蔡老师的生活圈 这我已经跟你讲过 公开让你印证 尾盘这样做拉伸 这就是必然的 这是超盘者的一个讯号 你要看得懂 你如果看不懂的话很危险 各位 台币的会是 希望能够持续的一个升值 不要一日行情 之前也是一日行情 隔天又续扁 扁到了30.632 对不对 那今天希望持续的一个升值 明天也来升值 升不多没关系 起码外资不会大卖 外资不会大卖的话 剩下的就是 公司派跟国内法人的问题 那国内法人啊 现阶段也可以看到是一个啊 troublemaker 也就是麻烦的制造者 为什么 他今天去杀到这些基优股啊 我认为也是有一点啊 讯号什么讯号 他的研判错误啦 代表说如果从明天持续的一个往上涨的话 今天礼拜三啊 投信杀的这个动作就会变成笑柄 各位他杀特斯拉的概念股 F帽连杀到跌停 刚刚跟你讲的是穆德 对不对 帽连也打到跌停 实体虚线也破底 所以197啊 会失守 明天看破底之后会不会反弹 还有哪一档 各位聚机 mini的LED 这也都是基优股 今天也杀到跌停 126 还好没有锁死 但是有爆量 2821张有爆量 所以杀破了这个颈线支撑 那这一些动作的话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的去面对 因为蔡老师没有在买这一些股票 但是我今天啊 在盘中啊 有一些投资朋友打电话来问 都问这一些个股 问穆德啦 问F帽连啦 甚至于说问刚刚跟你讲的什么 一个聚机 所以老师这些好股票怎么会这样 那我一研判 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投信下的手 所以说你今天看到收盘之后 投信真的卖3亿多啊 就可以更加的确认 因为电投市场的一个什么 警线失守了吗 现阶段做一个什么一个赶底的动作 那如果杀到这个机优股的话 我认为应该也是最后一把刀了啦 也就是说这一把刀杀完之后啊 应该后面有一些变化出现 你要好好把握 所以说不管行情怎样拿专业来 永远不会错专业操盘正面迎战 各位这个大盘啊 有来整理到你的 有来修理到你的 他自狠来他自二 我自一口争气足 你赶快来蔡老师这边报道 蔡老师来帮你扳回来 不要说这个行情从去年的初一开始一路涨 涨了一年半 你现在看到这个盘 其实震荡一下也是好事 散户昨天的融资水位降了18亿 我已经跟你讲了 散户用融资不是错误啊 散户本来就没什么钱嘛 那你今天想要扩大你的获利 你本来就会去使用融资操作 但是有时候你使用融资操作 在一些机优股的身上是对的 那你如果是在投机股的身上的话 各位你会得不偿失 所以我在那才会跟你讲 蔡老师跟你介绍的绝对不会是投机股 这样你懂吗 我跟你讲的电竞双雄 这一次我们就是抓2376的一个技嘉来操作 各位对不对 今天大盘在什么震荡技嘉 一样给你收了2块7 67.7做收来各位 技嘉是不是短线上已经大概有8天的底部了 而且啊成交量越来越多嘛 打底扩量反攻嘛 各位2376的一个技嘉 各位这就是电竞 这就是7月份除了生计是生计月之外 旺季效应的其中的一个族群 就是电竞 而且电竞双雄里面 这一次蔡老师没有出手的是哪一档 2377的维新 你可以看到什么叫港呼嘛 你看今天的维新还在做不断的踹底的动作 今天还跌了3.5 记不记得上次维新蔡老师从100块带领学院朋友 卖在130最高131就跌下来 那为什么这次我们会选技嘉不选维新 各位实体收盘价已经低于这个实体的一个支撑 换句话说破底是必然 破底之后会不会往上来做拉升 看看明天的K线 就像我跟你讲过的什么 大陆股市在昨天有出现了一个什么 一个变盘K线 而且是底部讯号 所以说看今天的大陆股市会不会再翻红 那当然最重要蔡老师都跟你讲整个族群族群嘛 一直以来7月份就跟你讲要马上封喉的族群是什么 5G题材 5G题材 手中的龙头股是哪一档 各位 从7月1号礼拜日我在非凡商业台股市周报 就跟你讲5G了 就跟你讲2345的字帮 各位对不对 包括利多后面都见报来辅助我们的印证完全的正确 7月2号礼拜一开始5G题材6月营收 对不对 然后字帮来昨天来到91 对不对 昨天91马上封喉马上印证 今天7月4号礼拜三 字帮来到91块半 来各位 91块半 915嘛 再创走势的反弹新高 如果这不是主轴 什么是主轴 这不是主流 什么是主流 各位 这不是在帮散户摸福利的话 什么帮散户摸福利 各位5G题材一动起来很可怕 不是在涨价题材而已 我不是在讲被动元件的笑话 因为就是看人家新今天新闻报了很多 说什么国具的老板又去买文华院 又买第7栋 然后用了37亿 很棒 赚钱本来就要去买房子 那你有赚钱吗 你被动元件有赚钱吗 各位 如果你被动元件还套在里面的话 可能听到这个消息很不舒服 因为你想说 那老板买第7栋 可能是你捐给他的钱 因为你去买他的股票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告诉我绝对不会带你去做冒险的事 各位懂吗 小型机梯台就跟你讲3596的致意 对不对 一样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还有一档更低价的什么3380的明太 记不记得我每天都这样跟你讲 你有看过哪个老师能够讲这么全面的 小型机梯台有两支吗 今天还创新高 那你看明太你要看另一个集团股啊 什么股 2332的友训 各位 友训 之前来到16块 现阶段压来13块 他也在此一搏了 各位 如果明太拉起来 友训你也可以注意 这个都是企业联盟 不管高阶转按器 还是小型机梯台 甚至于说光牵本业 各位好了 这几天的一个大盘震荡的激烈 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光牵的本业啊 讲到一档低价转机股 什么股票啊 各位 你没听错 4903的什么 联光通 来各位 4903的联光通 今天股价一样 涨了三毛半 19.5 你记不记得7月2号 蔡老师是19.25 公开来给你推荐 为什么 这个就是仪式底部啊 而且这个现阶段遇到了 是不是5G题材开始要涨 再加上我跟你讲的不赚钱的公司 我绝对不会给你推荐 各位 第一季EPS有没有转亏为盈 赚了0.02 有吧 5月份营收更上层楼 月增又年增 再加上有没有题材 当然有嘛 他今年办师募 募示意 由担保公司在CV又1亿 总共5亿 好像都怎样 都有题材性的 各位对不对 再加上什么 要效法 全世界5G啊 最强的是哪里 韩国嘛 走的最前面嘛 软银的韩国 控股公司SBI要来谈合作 是不是底部 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大盘震的如此的激烈 各位你看看今天来各位 是不是公开让你印证 这是不是帮散户着想 各位 是不是有底部的讯号 第一季赔钱赔一两块的公司都能够去涨到四五十块了 蔡老师跟你介绍的这个是赚钱的公司 后面5G题材我们也不是在看那种小型标股了 各位蔡老师不干这种事 我跟你看的都是大的格局 因为操盘者的习性就是从以前养成的嘛 二十几年来的操盘工作就这样 我们一定会看国际的总体的一个什么一个总金的层面嘛 再来看到台湾的产业层面嘛 再来挑选未来会接棒的族群嘛 像七月份你就要看电竞 看生计 还有看什么看5G啊 那你再从里面去挑选好股票就到达不管大盘挣什么档 那是他家的事 你只是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赚多赚少 各位你懂吗 选好股好选股 股选好你就能够赚短线赚波段赚不停 这个原则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说虽然大盘在挣档 好股不怕运来磨 包括今天也一样 有什么好怕的 你所有的不如意我也会给你六个字 一切都会过去 赶快来找蔡老师 蔡老师来帮助你 就像我告诉你的巴菲特讲的一句话 现阶段很多上跪的既有股在跌啊 股市大跌时你要反恐 加入反恐突击队好不好 不用啦 那是电影啦 各位你要抗拒你的一个恐惧 要什么抗拒 打电话给蔡老师 让蔡老师来当你后面的靠山 让蔡老师来支撑你 所以你需要一个真正懂股票的老师来帮你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稍微到下一段更精彩的一言新邦 欢迎继续收看一言新邦各位 散户目前面临到的是这个大盘的一个动态 你可能啊没有办法像法人一样啊 他可以追高杀低嘛 为什么那不是他的钱 但是散户你面对的是自己的一个财富 不管是膨胀还是缩水 你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当依据 那蔡老师在这边也都提供给各位一个原地 来让你啊能够接收到最正面 而且最正确的一个讯息 如果你是今天第一天收看 你还没加入蔡老师赖的生活圈的话 你可以拿起手机赶快来扫描一下 蔡老师这个生活圈的QR Code 以及啊这个赖的ID HPF49163827 这个生活圈未来啊 会变得非常大的一个人数 会变成啊 不敢讲说话罪也不敢 但是起码会变成很大的正面的力量 而且蔡老师在8月份 会在很多的一个电视台 跟在一些动态的一个媒体上面都会播放 所以你如果啊 今天就赶快来扫描 加入蔡老师生活圈的话 你就不用等到8月份 我相信8月份会更大的一个什么一个爆充 或者是你在赖的加入好友这边官方账号 你打入品封也一样可以找到蔡老师的生活圈 品封大中华证券投顾股市丰盛一言新邦 你可以得到蔡老师这么多免费的一个资讯送给你 加入品封大中华生活圈的优势 你曾经可以掌握国际跟国内的财经药文 中午你也可以收看 独家蔡老师为生活圈的投资大众 录制的盘中影音 这个啊 跟别的老师完全不一样 别的老师可能忙着盘中在喊股票 蔡老师是在带领顶级会员朋友 跟全球的学员朋友在操盘 没空啊 还在那边操盘都没空啊 还在那边出股票 各位 我也看了一大堆同学 我觉得很好笑 有一些都是一些小型股 也搞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 那一边都在数落人家的股票 然后在promos自己的股票 就等级就是这样啊 难怪赏户啊 你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值得依靠的靠山 来找蔡老师就对了 各位 还有这个节目以及未来蔡老师在别的电视台的节目 你的生活圈永远都会有 一辈子都会有 非凡一言新邦可以选择提前或者延后收看 蔡老师一定来帮助你 那你今天看到这个盘这样 我也要引用另一个啊 这个鼓神啊 这个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个索罗斯啊 的一个名言来跟你打气 各位 索罗斯啊 对冲基金的教父 他讲什么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跟谎言的连续句 要获得财富 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 各位 这五个字啊 很困难啊 为什么很困难 你每天接触到这么多 不管有意或者无意或者有害的一个资讯 再加上媒体这个力量有时候渲染过度 一样的一个什么 一个整理 他会把它渲染成是一个利空 或者是说观光特斯拉 他明明人家昨天就是冲高到涨7% 虽然尾盘翻黑 那也是因为整个的一个股市都翻黑嘛 你没看到NASDAQ也是什么 杀尾盘吗 你看到道权会杀尾盘吗 那你今天看到F帽连 3665F帽连竟然会杀到跌停 是不是好股票 当然是好股票 那他有没有可能假破体后面来争穿头 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所以说我下面才会跟你讲 有时候散户在最后一刻 你都没办法认清假象 你会做出错误的动作 我希望你要跳脱出那一刻的什么 迷思 所以你要有正确的观念 做什么事情 找专业的来 让专业的来 就没错 如果专业的都没办法赚到钱 那这个大盘就不适合你做了 就像我告诉你 套路这么深 蔡老师也不见得每个套路都解得开 但是我相信我解出来的套路应该够你用了 各位你知道吗 包括什么 包括像F4星 AI的今天也创新高来到142.5 各位对不对 这都持续来帮你追踪 持续来看的股票 那你今天要注意的是什么 像环球金 6488 这个好像主力厕守 各位为什么 因为族群性全部都头部 环球金持有第一名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中美金 5483中美金 哎 有没有看到 123 好像法人厕守 沿着季线这边就补上 而且量又扩增 还有什么 6182的合金也是一样 头肩顶 各位 你也许会想说老师 我有买合金 现在怎么办 50几块 52块 当初70块 不是报纸说什么 供不应求 细菌园还要涨价 那人家后面也有补上一个消息 补说人家大陆好像针对细菌园 别有想法 别有文章 难道不是吗 可能会辛苦一点 人家那个什么 环球金的董事长 在开股东会 也有这样讲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这一些个股 其实我告诉你 包括5483的中美金 法人也买一堆 好几万张 现阶段这样灌下来 怎么办 各位 我看等蔡老师出手 就是反转日 你相不相信 这一档股票 蔡老师一直都很感兴趣 现阶段的整理 正好提供我们未来买进的机会 所以我在这边才会跟各位说过 我很认同 索罗斯讲的 我也很认同 巴菲特讲的 第一个 你要反恐 你要抗拒你的一个什么 恐慌的程度 第二个 你要认清楚这一些谎言 你不要一天到晚 股票已经跌了 你再去吸收一些跌的一个资讯 那当然 如果明天就是要晃一下就拉上去 你在那晃一下 你就过不了关了 你就会怎样 买进去了 各位 对不对 终域 7月份看终域 政策指标 7月生计月 大力光现行 有没有破没破 为什么最强的台股 对不对 还有蔡老师跟你讲的 电竞技嘉强不强 强 各位对不对 智邦强不强 强 各位 是不是一样都在创新高 智邦 915 各位对不对 拉回来又怎样 量缩 一样都啊 上工有量拉回无量 那创新高倍何大%震动 这都很正常了 各位啊 你今天不要期待你买的股票每天都涨了 各位你就算每天涨你也买不多了 所以我在那边告诉你 掌握整个的一个全球经济的卖动 然后再来找到族群了解产业 找技术面的买点一气呵成 股票本来就会面对这些大风大浪 一定要有本事 一定要有专业去克服他 各位小型激励台的致意 对不对 明太 对不对 甚至我跟你讲的什么 联光通 那今天为什么涨奇怪了 怎么蔡老师讲的股票真的会涨 而且还公开的来跟你印证 明明就19.25 那历经这几天大盘的震荡 他今天还能守19.5 那为什么这样 那我就跟你讲啊 用最粗显的一个讲法就是 人家第一季赔一两块的都会涨到三四十块 你看人家这个第一季都赚钱 五月份营收还月增年间 再增啊 再增加这个什么 再创近一年来的新高的营收 他现在是不是底部啊 各位是不是第一点 蔡老师跟你讲的 是吧 其实这也蛮难得的 有时候股票总有千百个理由 但是我只相信 这一些理由就是在洗清筹码 股票就是一个游戏 就是一个筹码战 那利多利空只是洗清 看是要高档洗清筹码出货筹码 还是低档去洗清那一些持股不坚定的筹码 然后后面你就是看秀而已 如果你是被洗掉的话你会恨 所以说有时候这一些动作的话 说实在的心平气和来面对 你都不用怕 因为有守护者保护者赏户 赏户在台股你永远不用怕 所以我告诉各位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要来找一个真正懂股票的老师来帮你 而不是每天叫卖的老师 你看看这几天多少的老师在跟你叫买进 现阶段哑口无言了吧 其实错了 搞不好他今天还在卖涨停板 祝福各位明天跟着蔡老师来赚涨停板 我们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在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